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几乎没有成功的时长收费产品存在 买断值网游虽然在近几年也有绝地求生 守望先锋这样的成功个案出现 但整体市场份额依旧非常小 那么网游的收费模式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变化的 在中国盛极一时的点卡制是怎么被免费制逐步取代的 未来又有哪些可能的发展趋势 耐心看完你会有更多的收获 在正式开始前 我必须额外强调几句 想要充分讨论与理解网游付费模式的变化 我们一定要对各个时代的硬件情况 玩家生态与市场大环境有所认知 否则就会产生很多想当然的结论 或者过于简单粗暴的看法 比如有不少人会认为征途靠免费制做大做强 只是因为之前的网游开发者商业眼光短浅 想不到免费游玩这样的妙招来吸引用户 这个说法不仅完全忽略了在征途之前 就有过泡泡堂 冒险岛 热血江湖这样的免费游戏存在 还对当时网游昂贵的服务器与带宽成本 及玩家的付费能力也缺乏了解 我们现在站在一个事后诸葛亮的位置上来回望 其实很容易看得到时代潮水的走向 但对于身在其中的从业者来说 因惯性思维产生误判是非常正常的 希望大家不要急于过于神话 或者贬低任何一个人或者公司 而是尽量去理解每一方的种种考量与决策 闲话不多说 让我们把时间线先拨回90年代 那个图形化网游的萌芽时期 世界上最早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网游 是由EA子公司Orangin 于97年推出的网络创世纪 简称UO 2018年的游戏开发者大会上 几位UO的核心开发者对这款游戏的研发历程 进行了一次深度回顾 1994年 在几位主创最初产生 想要做一款可供千人共同游玩的RPG念头时 市面上压根没有大规模商业化运作的网游 只有一些蚊子骂的 在为数不多的用户间小规模流行 这些游戏的玩家需要用拨号上网的方式 直连特定的游戏服务器 在分钟或者小时向服务器提供商支付不菲的网费 这种收服务器使用费的模式 可以被视为时常收费的一种雏形 那时还没有太多厂商看好网游的前景 百万或者千万销量的主机游戏已经非常常见了 市面上却连一款万人在新的网游都不存在 UO的几位主创足足花了一年时间 才说服EA的高层批准立项 最终于95年申请到了一笔25万美元的预算 来制作原型demo 在这笔钱花完时 游戏虽然可以进行正式测试了 但由于客户端太大 用户的网速不足以支撑下载 于是项目组开了个网站 让有意参与测试的玩家留下地址 并要求玩家为游戏的测试资格支付5美金 作为安装盘的成本费 在短短几天内 有意愿参与测试的用户就达到了5万人 这也可以被视为第一次网游客户端光盘的发售 为了保证每个光盘对应一个用户资格 UO的开发者们又发明了激活码生成系统 玩家必须在注册账户后使用激活码才能成功登陆服务器 在UO正式面试后 由于品质不缩 活跃玩家数迅速突破了10万 然而当时互联网支付不变 开发者们便印刷了一批可以激活60天或者90天使用时长的纸质激活码 通过实体游戏店向玩家发售 这便是实体网游点卡第一次在欧美出现 可以说网络创世纪虽然不是第一个商业化的网络游戏 但却是欧美第一个基于时长收费模式搭建起来的成功案例 它的商业成绩让世界看到了网络游戏的巨大潜力 也让时长收费成为了欧美网游玩家在早期最普遍接受的商业模式 事实上由于带宽和服务器成本问题 那时没有任何网游项目能够敞开服务器让用户免费玩 与其说UO和那些早期网游前辈们选择了点卡制 不如说只有点卡制是他们面前唯一可行的答案 买断制游戏中最早提供广佑网联机服务的 是97年1月北方暴雪制作的《暗黑破坏神1》 但暗黑1中联网部分毕竟只是个小甜头 服务器端也不进行战斗计算和数据保存 如果游戏的主体部分要在服务器端跑 暴雪也绝对难以承受相应的成本 可以说免费游戏一定只会在消耗带宽较低的游戏品类中先出现 并在网费低、网速快的国家被率先发扬光大 韩国的知名游戏企业Nexon成为了那个改变历史的关键角色 让我们先从Nexon的创办历程说起吧 1994年首尔大学的两位学生宋在京和金泽成 出于对游戏的喜爱联合创办了Nexon 在那之前被后人称为韩国网游教父的宋在京 已经是一名颇有名气的文字骂的制作者 成立Nexon后,他们合力于96年基于同名漫画 推出了韩国第一款图形化网游《风之国度》 可惜在那之后,宋在京与金泽成因为利益问题分道扬镳 宋在京以副社长的身份加入新成立的NCsoft 并参考《暗黑1》的玩法 于98年9月推出了韩国的国民级网游《天堂1》 而Nexon则在金泽成的领导下 于98年推出了《黑暗传说》和《阿兰塞亚》两款MMO 这些游戏当然也都是相对稳妥的点卡收费产品 毕竟贷款成本摆在那里,谁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真正加速了免费网游诞生的 是韩国政府当时对互联网产业态度的转变 为了振兴因97亚洲金融危机而衰退的经济 韩国政府在98年喊出了《文化立国》的口号 99年2月,韩国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 用零期贷款扶持网游及互联网企业 并在全国范围内铺设宽带网 大幅提升了网速和网网数量 一时间,韩国涌现了大量新兴网公司 网游产品的数量也出现了激增 如何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让各家网游公司头疼的问题 99年10月,Nexus上线了一款知识问答题材的游戏 Qplay,又名QuizQuiz 其实这游戏更像一个有聊天功能的抑制游戏社区 主要玩法是几个玩家进入一个房间进行知识问答 正确率高的玩家可以获得IQ值的提升 IQ值达到一定等级就可以解锁一些装扮道具 这种特殊的玩法吸引了不少学生和白领群体的注册 2000年因为游戏中的题目压重了24道韩国的高考题 让不少父母们强烈推荐小孩玩这款游戏 Qplay在最初测试时进行了几个月免费化运营 2000年到2001年7月曾短暂调整为月卡制 但用户数量骤减 于是Nexus在反复衡量之下宣布将游戏改名为Quiz家 并转为永久免费运营 依靠外观贩售和一些内置广告来营利 Qplay正式成为全球第一款纯道具收费的网游 而2000年与运动品牌菲乐的合作款皮肤 则是韩国网游史上第一次出现品牌广告的游戏内植入 在Qplay之前并非没有可以充值买道具的网游 比如98年的韩国网游Dark Saber 就在时常收费的基础上额外贩售了少量道具 也就是现如今被不少玩家们所厌恶的双向收费 游玩完全不收费 仅靠道具付费运营的网游 Qplay就是破天荒的第一家 在免费与抑制的双程有力影响下 Qplay竟然奇迹般的以免费的形式实现了盈利 在那之后 Nexon开始对旗下新游的付费模式进行全面调整 01年Nexon的泡泡糖03年的冒险岛 全部成为了免费游戏 并且也都取得了非凡的商业成功 其他各家韩国企业见状也纷纷效仿 免费游戏就此在韩国市场扎下了根 Nexon也因高举免费大企业 迅速攀升为了韩国第一开发商 不过在那时 无论是泡泡糖还是冒险岛 都不是充钱才能玩下去的游戏 它们的平均付费水平 要远低于以天堂为代表的点卡MMO 那时免费游戏不是坑的代名词 而是意味着游戏的玩法本身相对轻度休闲 需要靠免费来做大用户基数 从激烈的韩国网游市场竞争中拨出头 免费游戏的风潮 随着泡泡糖和冒险岛等产品的引进 而被带入到了中国市场之中 中国网游最初的收费模式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其实有点模棱两可 如果我们把联众棋牌也视为网游 那么98年6月就问世的联众大厅 不仅是中国第一款商业化网游 还是中国第一款免费游戏 但如果排除棋牌这个特殊品类 以万王之王热血传奇 大话西游等正统意义上的网游来衡量 那么03年之前在中国市场上 占据统治地位的收费模式 肯定还是点卡制 毕竟那时国内有名气的网游产品 要么就是代理座 要么就是仿照外国网游的商业模式制作的 何况市面上最火的游戏 盛大的热血传奇 它不就是一个点卡游戏吗 跟着市场第一的产品去做 怎么会有错呢 可是从玩家测来看 当时玩家免费玩网游的需求 可谓是极度兴旺 那时网游的核心受众群 有一多半都是买不起电脑 只能去网吧的年轻人 他们的网费都是靠着一天只吃一桶泡面 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为了省钱不少人都是白天睡觉 晚上包夜 网费都交得很勉强 怎么可能会在30多块一张的游戏点卡钱上 掏得心甘情愿呢 对当时的我来说 30多块绝对是一笔巨款 因为我当时上网的钱 都是从早餐里省出来的 那时玩春期 多少人都指着能爆出点好装备 卖了换点卡 最早捕捉到这股用户需求的 要属网易的大话西游2 02年10月 大话2内置了一个点卡交易系统 甘地和搬砖党们 可以将金币在游戏中直接寄售换点卡 不少玩家纷纷慕名而至 大话2在当时能成为最火的国产游戏 点卡交易功不可没 这也为后来网易的点卡游戏 设下了一个相对明确的经济系统模板 同样是02年10月 由于热血传奇意大利服原代码泄露 中国出现了第一批传奇私服 从那时起 传奇私服由雨后春笋 在全国各个城市涌现 由于开设门槛低 不同私服间的竞争相当激烈 为了吸引玩家尝试 大部分传奇私服都是不要点卡免费玩的 而私服的盈利方式 在当时就非常的简单粗暴了 运营者会留一个联系方式 玩家需要啥 直接跟GM沟通 等级装备通通可以卖 可以说在中国 传奇私服才是免费制游戏最早的试验天 从一个后见之明的角度来说 当03年免费传奇私服开始遍地开花时 适合于当时中国市场环境的 免费MMO模板已经诞生了 它所欠缺的只是打磨与平衡 毕竟私服架设者可不用去理会 游戏生命周期 零刻玩家感受这种复杂的问题 只不过当时各家网游企业的策划正规军们 多少对这些搞野路子的比较不屑一顾 没有尝试去深入调查 03年 由另外两个与免费游戏相关的标志性事件 泡泡堂的成功代理 与KOKOK的问世 03年4月 盛大引进了当时Nexon的免费游戏头牌 泡泡堂 仅仅一年时间后 国服泡泡堂的最高同时在线就突破了70万 成为了当时毫无悬念的国内第一休闲游戏 要知道 传奇02年在线巅峰时 也不过60多万 但泡泡堂和传奇的营收差了有多远呢 翻看04年4月盛大递交的每股上市申请书 04年第一季度 热血传奇的收入为1.36亿 而泡泡堂的收入仅有2500万 相差5倍以上 当时国内市场表现最好的免费游戏营收能力 也就不过而 这下大家应该明白 为何那个年代免费游戏不受待见了吧 真心不赚钱 03年年中 QQ在1230版本中首次加入了QQ秀 这个事件看似与游戏无关 但QQ秀其实是腾讯小进军游戏产业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 02年时 腾讯下定决心试水网游 分了两拨人马 同时尝试两个方向 一波赶赴韩国考察学习 寻找合适的代理产品 另一波则开始搞QQ游戏大厅 QQ幻想等自演项目 在寻找代理产品的过程中 一位名为许良的员工 看中了韩国一些主打换装的轻量社交网友 有点类似于前面咱们讲的QPLAY那种模式 并且向高层提出了做QQ秀的建议 有趣的是 马老板其实在一开始 直接否掉了这个提案 多亏CEO曾理清的坚持 与战略发展部负责人往远的努力 最终才让QQ秀得以问世 并成为了腾讯虚拟增值业务淘道的第一桶金 这也让腾讯领悟到 免费的电脑端QQ业务背后 所潜藏的巨大变现潜力 泡泡堂和QQ秀虽然都挣得不够多 但免费之等于大用户量的观念 已经开始慢慢深入人心 而在网游起步更早的韩国 免费之在03年 已经成为了新游戏的主游形态 2004年开始 各大厂从韩国代理的游戏 例如冒险岛 巨伤等全部都是免费游戏了 连老牌的国产 爱卖窝万王之王 也在8月宣布转为永久免费 品质更好的韩国新游 开始搞起了免费 国产游戏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 新上马的项目中 免费之游戏的占比开始越来越高 也正是在这一年 英雄年代的制作人林海啸 从盛大离职 在十一柱的支持下 立向了征途 其实在征途火爆前 就已经有了热血江湖这样 取得了不俗商业成绩的 免费游戏出现 但征途毫无疑问 才是那个彻底震动了行业的产品 它是第一款 让全行业明白了怎么做游戏 才能让免费的游戏人均付费 高于点卡游戏 有哪些系统可以充分刺激 大而用户攀比仇杀 哪些活动能够稳住林克威克 哪些市场宣传手段能够充分拉新 免费之在征途之前 是低平均付费的代名词 但在征途之后 免费游戏成为了能在收益上 超越点卡游戏的第一选择 在征途面试的同一时间 另一个对点卡制造成重大打击的事件 是盛大对点卡制的倒戈 在征途开启内侧的同一时间 盛大突然宣布 传奇 传奇世界 梦幻国度 三款游戏转为永久免费 仅在部分区服保留点卡收费 翻看当时一些业内人士 对盛大决定的评论 有不少人甚至认为 这是一种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 毒死小公司活路的恶性竞争行为 连华尔街的投行 也对盛大的举动表示难以理解 美股上市的盛大 在接下来一年半间 股价直接腰斩 可见即便是05年底 免费游戏等于 玩家多收入低的固有观念 依然是深入人心的 但铁一样的事实 狠狠地抽了所有人的脸 征途的成功和盛大 在06年年中不断攀升的收入 让无数游戏人如梦方醒 时代真的变了 稍微总结一下吧 端有时代 中国游戏企业拥抱免费制 其实是在两方压力的河流之下完成的 韩国游戏的输入 与免费私服的紧逼 征途只不过是在这种大势所趋之下 最早也用了最野蛮的方式 实现了高收入的产品而已 把免费画的锅 全部推给征途 是不够客观的 但征途毫无疑问 也带骗了不少企业 让大家一用而上 搞高付费的免费MMO 这在某种意义上 大大折损了这个品类 在国内的口碑与寿命 最终在08年后 让越来越多囊中羞涩的年轻人 逐渐倒向了Dota 罗阿鲁等公平竞技产品 显而易见的是 事到如今 我们并不能将所有免费游戏都等而试制 以征途为代表的老式免费MMO 讲究的是免费玩与付费 就能变强的结合 这种组合在欧美的接受度相对较低 于是欧美的开发商们 就研究出了多种 对平衡性影响较小的免费游戏模式 以军团要塞2 英雄联盟为代表的 免费多人对战产品 靠贩卖外观挣钱 以糖果穿器为代表的免费休闲游戏 通过限制游戏时间而诱导用户购买体力 日系厂商则依托于实体扭蛋产业 研究出了抽卡类业友 不花钱可以看到基本的剧情 但花钱可以满足收集欲望 解锁额外的内容 这些模式也陆续随着游戏代理 或者模仿借鉴 逐渐被国内厂商和玩家广泛接受 让免费化与内构 成为了网游领域绝对的主流 比起14年前征途刚退出时 人人喊打的情况 目前免费网游 无论是玩法趣味性 还是付费合理性 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单纯的因为一款网游是免费的 就大家批驳 我认为已经是不够理性的做法了 在手游时代到来后 玩家的游戏时间与游戏习惯 也变得越来越碎片化 有时间在电脑前 爆干一整天的用户越来越少 时常收费网游的收入根基 也开始受到威胁 现在有不少点卡收费网游 面临的一个设计困境就是 如果要照顾游戏时间 不那么充裕的上班族玩家 就需要设计一些 耗时短收益高的副本或任务 这就意味着 玩家单位时间内的收益 是不断下滑的 可消耗的点卡钱 却是固定的 经常有种只玩一个号的话 就越玩越亏的感觉 偶尔站个街聊个天 心里都会有种浪费钱的罪恶感 月卡制 虽然能一定程度解决这个问题 但像之前魔兽世界国父那样 强推月卡也会劝退不少偶尔上线的休闲用户 让回流变得困难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反而是之前因收费方式 被不少人诟病的逆水寒 给出的解决方案相对合理 现如今逆水寒的收费 采取的是有封顶的点卡制 每月最多消耗50岁元点卡 也就是90个小时游戏时长 在线超过90小时 就自动等于包月了 个人认为 这的确是一种 可以被其他游戏 学习和借鉴的做法 既能让游戏设计者 在高收益任务的设计上 放开手脚 也能让用户的社交意愿 有所增强 算是一种对点卡制 比较好的改良方案 说实话 现在网游领域 倒计收费和时长收费的界限 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免费游戏中 也会有大小月卡 和通行证这样比较划算 但需要定时登录 或者干的付费点 而时长收费游戏中 外观收入的占比也越来越高 我们确实已经没有必要 将倒计收费和时长收费 进行绝对对立了 最后再来简单说说 买断值网游吧 其实即便是在欧美 买断值网游 也是一个存在时间 相对较短的概念 前面我也说过 在服务器成本 和贷款成本高企的年代 没有公司会做 买断值网游这种赔本买卖 顶多是像暴雪的战网那样 在单机内容基础上 提供一个网络对战服务 世界公认的 第一个取得了 较大商业成功的 买断值网游 就是Arenait 于05年推出的名作 《激战一》 关于这款游戏 我也曾单独出过网游史 夸过一期 感兴趣的观众 可以自行回顾 值得一提的是 Arenait的三位创始人 麦克·奥布莱恩 帕特里克·怀亚特 和杰弗·斯特兰 全部都是从暴雪离职的 而奥布莱恩和怀特 当年就是最初 领导站网开发工作的人 也就是说 世界上第一个 提供广域网联机服务的 游戏平台 和世界上第一个 取得了商业成功的 买断制网游 其实背后的团队 是有所重叠的 不得不说 他们的技术力和开发理念 实在是超越时代 这也是我为何 一直是一个 Arenait贴粉的原因 买断制网游 在国内的发展 可以说是相当的艰难 07年 既然一倍九成引进 因找不到合适的付费模式 来替代买断制 导致国服连一年都没撑过去 2011年 星期二想推月卡 来替代买断 也狠狠地栽了跟头 盗版翻烂 免费游戏当道 玩家付费能力不足 等等因素 让买断制网游 在国内的处境 在那些年非常尴尬 我认为真正推动了 国内玩家 接受买断制网游的产品 主要有三款 暗黑3 CSGO 和激战2 注意啊 这里的暗黑3和CSGO 指的都是国际服 12年5月 暗黑3面试 由于游戏尺度问题 引进遥遥无期 在09年魔兽停服风波期间 学会了使用台服战网的 暴雪用户们 于是重操就业 熟练的从台服购买了暗黑3 并且因为交易行的存在 还让不少早期用户回了本 12年8月 CSGO问世 不少CS用户 正是从这时起 慢慢学会了 如何用Steam买游戏 14年 空中网宣布 激战2国服 将保留买断制 玩家需要花88元 购买激活码后 才能享受这款 在国外获奖无数的 网游大作 依靠着过硬的游戏素质 不少玩家纷纷简当 也让激战2成为了 国内第一个成功活下去的 买断制MMO 再后来的事 其实各位观众 应该也都很熟悉了 Steam平台随着Dota2进入中国 GTA5成为了厂销榜的常客 2016守望先锋 全球同步上市 国服半年间 狂买500万分 2017年方舟 H1Z1 决地求生等产品 你方唱吧 我登场 一次次刷爆视频网站和直播平台 虽然引进成功者寥寥 但买断制网游 也终于慢慢在 国内玩家群体中 站稳了脚跟 虽然买断制的成功案例 没有一个是国产 但比起10年前 那种无人敢提买断制的状态 已经要好太多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也终将会迎来 百万销量的 国产买断制网游 好的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由于篇幅所限 其实还有不少问题 没能被充分探讨 比如为何买断制手游 在全球范围日渐时危 又比如这两年 兴起的游戏订阅制 是否会改变网游的命运等等 如果大家感兴趣 请多多点赞 收藏支持一波 我会在资料收集完备后 为大家制作专门的节目 分析探讨 让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